啊 大家好 我是凡凡 昨天晚上 我就住在这个 水库的边上 这个地方 叫门山正 这个水库呢 叫做门山水库 那这个安迪啊 是水里做的 非常平坦 然后在这里打招门 睡觉啊 很舒服的 我过去洗吧 你 我看这个水库的水质怎么样 这个水库也是 一级保护区啊 不过这也有 很多垃圾啊 这个水质看起来一般般 因为我经过那个 轻易的糊的水啊 那个才是真正的 非常非常干净啊 那个水 整理好了 开始说发了 然后再说 一个亭子 这个亭子挺大的 刚刚看到一群大马过去了 他们手里面都拿去那个主屎 今天又找到个好地方呀 就是这里 中铁工程集团呀 这个地方是荒废的 因为我 喷在了本地的一个血活子 然后我问他 他说这个地方是荒废的 荒废了很多年了 没人管 那我现在进去看一下 这个血活子是本地人 那一个是他的摩托车 那我现在直接去看二楼 那个一楼 这是那个血活子 就在那里 开车这个房间是什么样的房间 哦这是一个厕所 这个已经拆掉了 厕所 在这里看吧 这都是灰尘啊 哦 我知道了 这个房间啊 荒废了很多年了 所以那个灰尘啊 就很厚了 看下这边呢 有没有干净的呢 都是一样 这个房间很大的啊 然后这个 这是天一花板 就这一地 哎 我这天一花板 放在地上 就很干净了 对不对 就这样子 OK 你能够 那呢 我来一下 对 我来一下 好 可以了 那这个地面就泡好了 这个上面就有大个转盆 我的单水在下面呢 现在就把那个单水拿上来 我现在就把这个单水拿上来 好,自己就发现了 我先把照片搭一下 然后去拿来休息 然后这个地方也能 在这里存电 最后外面有火就经过 我先休息一下 本来今天晚上想要煮蜜了 结果发现就在四个馒头都吃完 再来两个包子 这个不吃的话明天就不好吃了 所以今天晚上 又试试包子馒头 今天不煮蜜了 几天前我把睡袋扔了 然后到了晚上 非常冷啊 冷冻啊,吃多酥啊 然后我穿了很多衣服睡觉 还是粘涼了 然后非常惨啊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毛肠 这个毛肠也花了不少钱啊 花了50块钱 不过有了这个毛肠 晚上真的不能呢 这个毛肠有个好处 这是不重 才一斤都重 特别好 太轻达了很便宜 谢谢大家